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长 我想问一下 我看回劳工署的数字 或是立法会的资料 其实过去十年不是说差了 因为每千个工人的意外率 其实有一个很平稳的 轻微的下降 但是那是每千名工员的致命率 就升了 就是一边就是意外率在减 但是致命率在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交叉情况 罗辉你提出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好 所以我想比较全面一点去看 香港的建造业工业安全的状况是如何 刚才你说得对的 你说我们政府和业界 就是攜手协力 整体建造业工业安全的情况 在过往二十几年 数字都很清楚是有改进的 比如在1999年 当时每千人计的意外率 是198宗 你说也很可怕 那现在降到多少呢 比如去年 2022年 每千人是29宗 当然我们希望临意外 这是我们目标 但是 数字是证明到是有改进 而那个 90年代后期 当时每年发生的 建造业 因工业外 死亡的人数 大约是50人 也一直下降 不过问题 就是刚才罗辉指出的 过往这十年 其实每年都在说 20宗 没办法下去 人命一条都严多了 不知道 所以 所以刚才大家提过 在法则上面加强了 而我想 都让 特别是 在心机 听着的 听众 都了解一下 其实是修改了什么 而这个修改 其实最终 是 业界都是同意修改的 当然在过程里面 因为我也是法院委会成员 里面的细节 都有很多争议性 但毕竟 都拿到最终的共识 立法会大会通过了 是生效的 那就是由 以往 就是简易程序去控告 简易程序去控告 那法则都会提升的了 就是如果说 雇主可以去到三百万罚款 而雇员都去到十五万 而多了个所谓可供数罪行 就很严重的 就是刚才提到 可以控五杀了 这一类 那去到多少呢 是罚款最高去到一千万 和监禁两年 但是这几个月 几个月 大家刚才提到很痛心的 就是说 刑罪就加重了 但是为什么这几个月 好像 还发生这些事情呢 我们很心痛 大家都说 看回那些案例 那个案情 绝对可以避免 所以首先 我就说 有个很重要的原则 盧惠国三番四次提我的口号 就是说 停一停 想一想 譬如说 工友 譬如入这个密閉空间 你都想一想 喂 我们都习惯了要做足准备的 是不是今次做足准备先 还是传着虚犯心理 不怕的 下去一会而已 那就会出事了 而呢 就是说 刚才说的是负面是罚 正面是做了什么 这个又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呢 我们是愧心协力才能做到 这些 政府都最近大家都听到了 用这个科技 其中呢 安全 智慧工地 是大力推的 就是说 三千万以上工程 就要行这些了 就是说 利用 技术 令到 你可以即时监察到 在工地里面 工人去到哪些位 哪些地方 根本不应该去的 突然有人出现 大家立刻 要警报 但有很多地盘不用 不 一路路 现在是在推出很多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政府工程 就没得逃跑 政府工程 没得逃跑 另外呢 就是建筑安全的设计 其实你说建筑安全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 尽量避免危险工作 由人去做 改以机械 甚至在地盘以外预制 这些就是正面去推 另外呢 有人说 会不会那些老板 为成本呢 宁愿去冒险 其实这些东西似乎 又不是很合合逻辑 为什么呢 如果政府公务工程 他还有个所谓 是安全支付计划 包括呢 你和安全任务 做挂钩的 那些你有做到呢 其实是 那里是有 一个整个 补贴给你的 就是佔那个 合约呢 如果说是安全任务 是合约的1.2% 不低的 如果是安全表现呢 你做了之后 表现如何 比如说是李宁以外 那最高呢 安全支付计划 可以给你呢 合约的1.7% 总共2.9% 那所以你说呢 由于成本去冒险呢 这个呢 无论是股主股员 都说不通 那但是 如果你分析回呢 就是最近这些意外呢 其实 其中有一样呢 我就觉得很大 很大 觉得非常违陷的呢 就是高空跌下来 甚至不是说 很多层楼跌下来 是说几米高 可能就是 喂 不是很高而已 不用搞那么多 爬上去早做得是 那就出事了 那其实就 就是 我刚才也解释了 就是说 在 就是负面的 就是说 家族刑罚 正面的 积极的 就是如何做好安全 包括利用各种 新的管理与科技去做 那 对于那些 是屡屡犯错的呢 其实我们业界都觉得 就是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不让他投标 这一类工程 那样 那就是正如我各位所说的 你看到 几件都发生了 似乎是不是他 安全管理上 系统性的出了问题 那你就不只是说 哦 发生了事故 在这一类工程 我就不让他投这类工程 所以现在其实上个 那个 就是做法和口风 都是过了的 就真的是 会影响你 甚至是真的除牌 就是 我觉得如果是对于这些问题 更负面上 是真的 就是你除牌 你都没得怨的了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 你怨什么 人家没了一条命 这样怨哪个 所以我们业界 其实很痛心 也都因为这样 其实在好几年前 我们工会方面 和商会 一起夹手挂脚 成立了关怀基金 就是真的如果是 不幸事故 如何在书中送贷 帮他嫁人 但是这些事后 工作无论怎么做 都是救不了命的 是吧 所以我们真的很心痛 所以就是 譬如说 就是减了在那方面 安全的开支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 特别是介绍 政府所说的 就是安全支付计划 这就是 和你的投标报关的 是你做得好 是另外到时会掌赏你的 就是这样 但是 政府的公务工程 的确 刚才我提过 就是说 整体做业的数字 当然公务工程 那个意外率 是更低的 是应该的 但是问题就是 要将 这些好的方法 一路向业界推广 那这里呢 就要夹手夹的了 包括商会 专业的学会 工会 我们都是 区手去做 所以我们在 审视 就是 几个月前 审视那个 征安建的条例 在佛策方面 大幅修订 我特别强调 我做完这一切 有一样东西你不做的话 怎样佛都没用的 就是建立安全文化 那这个呢 就真的要 其中一样呢 就是我再重复讲了 停一停 想一想 大家都 负责 就是管工的 你看到 没准备好呢 不要让工人进去 这个地方 不要让工人爬上去 是不是呢 还有呢 责任呢 是没得推卸的 不因为分判 你可以将安全责任 就交给下面的分判商 总成件商 是负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如果你在管理上 你没有做好督道工作 你没有做好管理足工作的话 到时出事串销呢 你的总成件商都走不了 会不会呢 老实我多想问 因为我们的安全主任 都是一些专业人士 有很多时候就是 譬如说 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跟这个问题呢 不如又引用了 刚才所说的 就是安全支付计划 因为安全支付计划 就是当然说 政府公务工程 就是说里面呢 你需要有一些 和安全相关的工作 要在你整个计划里面的 但是这些呢 我们不需要你现在报价 即是说你投标 是不算这些的 我到时是等于奖励给你 这个安全支付计划 刚才所说的安全任务挂钩 是什么安全任务呢 包括什么呢 你要用安全主任 刚才说很多了 每周工地的安全巡查 要有成立安全委员会 举行恒常会议 工人培训宣传活动 工地安全循环的角控 开工前活动 和预防重置措施等等 这些呢 其实是全部都写下去 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执行是否到位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判头说你走开 不要阻止我开工 我相信是这样 如果你说他真的 保住这个心态 他就不值得给他做判头 因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你的地盘的监管工作 是保证安全很重要的 因为呢 其实你实际上 简单说一句 出了事件的话 你都麻烦 不是只是负责 你成本那里不是钱吗 所以呢 根本就是 大家认为 喂 安全是增加成本 所以有些人是故意不做 就是如果抱这个心态 真的不行了 是吧 你做得好的话 其实大家安心 大家是 就是为什么我说 停一停想 大家都是这样做 好了 可能没准备好的 判头没有让他下去 没准备好的 工人没有走下去 是吧 这些很基本 所以 刚才 蕭市民说 安全文化 的确 可能香港真的要做一下 从小培养 比如有些 有些国家 有些地区 你发觉 可能由于市民的灾难意识 比较强 其实很多从小去训练 是吧 有危险的 可能往往就是说天灾先 但其实在地盘里面 你抱的态度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政府要做 为什么我这么强烈 安全文化呢 这个似乎不单止建造业 不单止说是 就是相关的工友 就是 主义民事等等 或者雇主 是根本 从小 我们应该让我们香港的小朋友 都有这种意识 政府就觉得他自己是个 制裁者 可能是监管者 他有巡查的 他说去年巡查了六万五千多次 平均每天都一百八十次 那 都还是有这么多的意外 但是 他说 我有要求你 甚至是给钱 去用一些智能装置的 但是你都不用 搞到 可能国长说 可能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立法 就是规定他一定要用 那这个 这个 我不知道政府还可以做什么 老师 我觉得 一用我以往的经验 我刚刚 初初毕业 大学毕业出来做工程师 那时候香港 就是推行工业安全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路公署 出了很多资料 教你怎么做 大家夹手夹 就算是什么 就是机械护杂 在这之前 其实差不多有机械的话 就会伤人 是不是 比如说 开啤机 就是啤杂五金 那些 你看到工友 每个都没有这些手指 就是很心痛 很得人害怕 那时候 就雷雷风行 哪一类的设备 是用什么方法 就是 那时候我们学会很多方法 就是 有些是 是罩着你 不让他进去 有些是利用 机械式的拨手 令到你的动作的时间 你的手是没办法放进去的 那 就算开头也有些工友说 这些是左手左脚的 但是 后来大家都接受了 原来工作效率更提升 因为大家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 所以 其实那一个好的例子 其实大家群拆群力是做到的 但是 政府真的要大头 以及 积极主导的 拿出方法 那个好处就是 政府拿出方法 有细节 然后大家夹杀 那时候要工程师 去安装这些东西 不觉得是很大的难度 要有些投资 但是 雇主都觉得是值得的 因为 大家都安心了 结果出来 其实效率提升 其实现在比较少 工业以外 是由那类的 設備 做出来 那这个就是 那时候做下的 因 做完今天日果 是那类的 我们不用担心了 所以刚才提到的 很多包括 进去密闭空间 以及高空作业 这些是有了方法的 所以 为什么 我真的要说 安全文化 是要从上到下 大家夹杀角的 无论是 就算是业主 都有什么责任 他明白了 他找回来的人 做发展这个工 政府作为业主 都是需要 要做事 上个月24日 这个启德 邮轮的铁集 跌下来的工业外 有个铁集 压到了一个 53岁的保安员 他现在肌肉坏死 需要折肢 其实是很伤心的 他以后 都不能再做 从事这个工作 然后他家里 未来的日子 都不知道怎么办 这些就是 其实过去这个铁集 跌下来 亦都是造成了 自从2019年开始 已经最少有五中 造成了两四三上 这些是否也要想 铁集很旧 什么 那些场主 有些都是政府的场所 那怎么办 老长 都是要去检视 这些 我觉得 我刚才拿回我们说 很久以前 就是说 机系护罩 可以说是全港性运动 其实最可取的是 从源头 消灭了可能出意外的机会 这个概念 和实际执行的方法 其实真的值得我们今天 还要深思 是不是这种精神 我们今天 是应该要拿出来 我们要这样夹着 做好安全 那真的大家要停一停 想一想 包括政府 所有人都要负起责任 不要想着 有事就是我社责 就不关我事 关他事 这个很重要 多谢三位 多谢各位 多谢美姐 多谢